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巅峰时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璀璨巨星 阿代尔Rolling in the Deep深情立作 2.流行霸主 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 Can't stop the feeling舞动人心 3.摇滚之声 You are with or without you情感纠葛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璀璨巨星 阿代尔Rolling in the Deep深情立作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位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英国歌后 阿代尔 以及他那首震撼人心的立作 Rolling in the Deep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它更像是一场情感的大爆发 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人在深渊中翻滚 同时也在音乐的海洋里 找到了救赎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阿代尔的Rolling in the Deep 不是一首歌 而是一种饮料 那它绝对是那种一口下去 就能让你感受到 从头皮到脚趾的刺激 然后在心里燃起一把火 让你想要大喊 再来一瓶 的那种饮料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这首歌的深层含义 Rolling in the Deep 是阿代尔的第二张专辑 21中的开篇曲目 于2010年末发行 这首歌 是在一段感情破裂后诞生的 阿代尔用它那充满力量的嗓音 将失恋的痛苦和愤怒 转化为一种强大的能量 歌词中的深渊 The Deep 象征着那些深埋心底的情感 而翻滚 Rolling 则是对这些情感的一种 释放和面对 这首歌的音乐结构 也非常有趣 它开始于一个简单的节奏 然后逐渐增加乐器和和声 直到达到一个高潮 就像是情感的爆发一样 这种结构让人 听了之后 既痛快又难以忘怀 就像是在情感的海洋中 经历了一场风暴 而且 这首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它的普及性 从小酒吧的现场演唱到 婚礼的舞池 从卡拉OK的热门曲目 到无数的翻唱和婚姻版本 这首歌无处不在 它就像是一种病毒 但是一种让人爱不失手的病毒 一旦感染 就会不自觉地随着节奏点头 甚至大声跟唱 总之 阿代尔的Rolling and the Deep 不仅仅是一首歌 它是一次情感的旅程 一次灵魂的进化 一次音乐的盛宴 它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深的深渊中 我们也能找到力量 让自己翻滚起来 重新站立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这首歌时 不妨也放声大唱 让自己的情感 在音乐的海洋中翻滚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霸主 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 Can't Stop the Feeling 舞动人心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那首 曾经在无数派对 婚礼 甚至超市的音响系统中 循环播放的歌曲 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 Justin Timberlake The Can't Stop the Feeling 这首歌曲 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种能够让你的脚趾 不自觉随着节奏 轻轻摇摆的魔法 首先 这首歌曲是为了2016年的动画电影 魔法精灵 Trolls 制作的 而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 不仅仅是演唱者 他还是这部电影的音乐制作人 这首歌一经发布 就像是一颗闪亮的流行音乐炸弹 在全球范围内 引爆了舞蹈狂潮 它的旋律轻快 节奏感强烈 而且歌词充满了正能量 让人听了之后 就有种想要跳起舞来的冲动 Can't Stop the Feeling的成功 可以从它在各大音乐排行榜 上的成绩看出来 它不仅在美国的 Bellboard Hot 100上排名第一 而且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榜单上 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首歌还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提名 并且在许多颁奖典礼上 进行了表演 每次都能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 但是 这首歌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它的旋律和节奏 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以它的魅力 和舞台表现力 将这首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 它的舞蹈动作既有节奏感 又不失轻松自在 让人看了之后 不禁想要模仿 而且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 也是一大亮点 它展示了各种人们 在听到这首歌时 无法抑制的快乐舞动 这种感染力 是非常强大的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 这首歌背后的市场营销策略 Can't Stop the Feeling的 发布时机 宣传方式 以及与电影的结合 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这首歌 不仅推动了电影的票房 也让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的音乐事业 再次攀上了高峰 总之 Can't Stop the Feeling 这首歌 就像是一杯精心调配的鸡尾酒 它混合了动感的节奏 洗脑的旋律 明星的魅力 以及营销的智慧 最终酿造出了一款 让全世界都无法抗拒的流行音乐家酿 而当你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 再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旋律时 你的脚趾一定会不自主地开始跳动 因为这就是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和他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带给我们的魔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摇滚之声 You are with or without you 情感纠葛 各位音乐爱好者 摇滚迷 以及偶尔在深夜里 翻找老唱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首 让人心灵阵战的摇滚经典 You are the with or without you 这首歌 不仅是爱尔兰摇滚乐队 You are the代表作之一 更是无数恋人们 情感纠葛的共鸣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旁边是一对情侣正在争吵 要不要去吃她喜欢的素食料理 还是她钟爱的肉堆堆汉堡 这时 你拿出手机 播放 With or Without You 然后神秘的微笑 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 就像是为这对情侣 量身定做的背景音乐 With or Without You 收录于You are的1987年专辑 The Joshua Tree 这首歌曲的魅力 在于它的简洁和深度 暴露的声音 带着一种深沉的痛苦和渴望 彷彿在诉说着一段爱得太深 却又无法共存的爱情故事 这首歌的歌词 简单却充满力量 With or Without You 这句反复的歌词 就像是一个恋人 在爱情的十字路口上 不断自问 是继续坚持这段关系 还是放手让彼此自由 而乐队的其他成员 也不是省油的灯 吉他手DH 使用了一种名为 Infinite Guitar的特殊效果器 创造出那种永无止境 如同心跳般的回响声 让人听了既心痛又上瘾 这种声音 就像是爱情中的那些 无法言喻的情感 萦绕在你的心头 让你无法忘怀 当然 这首歌也有它的趣事 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 U2的成员们 对于歌曲的方向争论不休 几乎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但正是这种创作过程中的 磨合与冲突 最终造就了这首 深刻动人的作品 这不禁让人想到 有时候 正是那些看似 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 最终磨练出 最美丽的爱情故事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With or Without You时 不妨想想 U2这群爱尔兰小伙子们 在录音室里的心酸血泪 以及那对在公园里争吵的情侣 最终是否找到了 共同的解决方案 这首歌 不仅是摇滚乐的经典 更是一首关于爱 痛苦和和解的诗篇 总结来说 阿戴尔的 Rolling in the Deep 是一首让人在情感洗礼中 翻滚的深情利作 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是一首让人充满正能量病 忍不住跳舞的流行霸主 U2的With or Without You 则是一首让人心灵震撼 且情感纠葛的摇滚之声 这三首歌曲 都在不同的层面上 触动了人们的情感 无论是爱情的痛苦与失去 快乐与自由 还是情感的纠结和妥协 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 将这些情感表达出来 音乐是一种强大的语言 它能够触动 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让我们对生活和爱情 有更深刻的体悟 而这些歌曲的成功 也不仅仅在于 它们的旋律和歌词 还在于它们背后的故事 和艺术家们的表演 无论是阿戴尔的深情嗓音 贾斯汀 提姆布莱克的舞台魅力 还是U2的音乐创作过程 它们都为这些歌曲 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和意义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歌曲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是否也深受 这些歌曲的触动 请在留言区 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和感受吧 让我们一起探讨 音乐如何影响 我们的情感和生活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